春天来了,小花园要开始整理了 看,这些埋在地下的石锋性子的囚禁 已经冒出来了,而且都已经在开花了 百合呢,也冒出了它的尖尖角 再来看看这边的勺药 这天气一暖和呀,这些植物长得可快了 没有几天的功夫,就从小小的芽 一下子就长得这么肥壮了 你看,现在我们就要对这个小花园进行一个整理了 这里是门口的这个羊水仙,开得也非常的好 郁金香在温度和阳光的帮助下也长得非常的好 就快要长出花苞开花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对小花园啊,进行一个整理 你看,这些花的底部啊,有很多这种枯叶子 整个冬天过来 冬天的时候呢,是能给它保保温的 但是现在到春天了,我们应该把这些落叶啊 给它清理掉 清理掉以后呢,保持这个植株的底部啊 通通透气,不滋生这个病虫害 而且也有利于这个雨水啊 顺畅的灌溉到它的这个根部 所以这首先是一个这个落叶的清理 还有呢,就是这些 呃,先期生长出来的蒲公英啊 还有一些杂草,我们也应该把它清理干净 再有呢,对于植物的这个修枝枕枝啊 也要跟上 这里呢,是一株这个玫瑰 整个冬天过去呢 有一些枝条已经冻死了 我们就要把它给剪掉 让它呢,发出新的枝条来 由此也可以看出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去年秋天 如果说这个枝压呀 留的太长的话 其实是没有用的 留的太长的话呢,会被冻死 它最后还是会被冻死 所以我们要把它剪的矮一点 对于剪完枝,修完形的这些植物呀 各种花卉呀 现在要及时的给它补充营养 给它加一些肥料 这里是我的这个玫瑰 因为呢,它们到了春天 都是处于一个这个孕育发芽 和即将要开花的这个状态 所以营养一定要跟上 我的这个地面啊 做了这个就是清除杂草的这个动作以后呢 我并没有像一般人 他会再铺上那个帽气嘛 我并没有铺上帽气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想在这个 留的这个泥土的地面呀 我去撒一些马齿剑啊 还有你看现在发出来的是马兰头的这些嫩芽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再多种一些经济植物了 所以我选择我以前是铺帽气的 但是我发现铺了帽气以后 这些马齿剑啊马兰头啊它不长 所以因为家庭种菜这个田地非常的宝贵嘛 面积小 所以就想到充分利用 那不仅是这个玫瑰要给它施肥了 那边上的像这些所有的植物啊 比如说葡萄 也都是处于一个即将要发芽的这个状态 对营养的要求非常的高 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赶紧的给它把营养补充上 前几天呢蹭着暖和 把我的铁线帘也给修剪了 你看我现在铁线帘的这个枝条 就是光光的杆 然后呢带一些芽头 一般来说铁线帘它会有很多那种龙须龙爪嘛 长得嘛很乱很乱 所以我就会在春天的时候 把那些不需要的那些龙须龙爪全部给它剪掉 就生下这种光杆 然后因为是只生下这个光杆了嘛 所以对它整形非常的容易 你可以轻易的保留下来你想要的这个形状 那具体的那个修枝方法呢 大家看我右上角推荐的视频 那个是我去年在修剪铁线帘的时候录制的 你看这个时候我只要把它绑到 绑到这个花架子上面就可以了 它的整个这个形状啊 就非常的容易控制 你看特别是这一组 特别是这一组你看 整整齐齐的 养过铁线帘的朋友都清楚 铁线帘长到最后啊 那就是像一堆乱头发一样的 特别乱 剪都没有办法剪 那最好的修剪时机呢 就是在春天这个时候 两个月 就是춘 地区